昨天晚上今天八點多 鴻海發布了重大的訊息 就是鴻海的創辦人郭台銘 要來辭掉董事一職 那今天主流民意大聯盟 發言人黃世修 也是郭台銘連署的總長 他也出面受訪 表示郭台銘這個決定 就是為了怕 所以他要選總統 如果選得好 股票漲 那會引發外界議論 那選得不好 也會影響到股價 所以乾脆就辭掉了董事 那也要代表 是宣誓郭台銘選總統的決心 另外黃世修也特別提到了 因為其實登記了聯署的時間 在九月十三號到九月十七號 那你要登記的時候 就一定要填上副手的人選 黃世修也透露郭董說 副手已經找好了 我們現在怎麼說 他擔心說他這個競選的表現 如果表現得很好 鴻海的股價一飛沖天 那是不是外界就說 所以你參選是為了炒股 他就去請這個同事 宣誓他獨立參選的決心 他聯署單上一定要有副手的名字 那最近其實副少人都有被點名 包含說聖志人嘛 那目前這個人選找得怎麼樣 我就訪問他 你有在找副手喔 他說有 真的有在找 已經在談了 他說找到了 他說找到了 我不知道他到底找誰 可以聽到黃世修說呢 郭台銘直接跟他講說 副手他已經找好了 但是沒有跟他說是誰 之後可能就會宣布 這個副手的人選 但是外界也很關心 因為近期郭台銘動作非常多 不僅是頻頻的對藍白陣營來抛出喝咖啡 甚至在昨天也辭掉了鴻海的董事 那是不是對這個藍白陣營 也有點緊迫盯人 希望趕快大家坐下來談 是因為時間有限的關係 那黃世修也坦誠 他們當然有這個時間壓力 因為在9月13號到17號就要登記了 那之後也要展開聯署 所以對他們來說其實非常急迫的 但是他們對藍白陣營絕對不是敵人